我能咨询一下家庭的问题吗 你说说吧 整点轻松的话题吧 就是我家有点麻烦 我爸就是精神有点问题 他现在又开始 就是他肾上整个流子 上次给钱治好了 他现在又精神不好 又开始了那种乱吃东西 然后他现在又开始发病 乱吃东西什么感觉 饿呀还是说下吃药啊 吃药没有啊 他上次我把他拉医院去 给他治病的时候 还是就是治病 就是在医院里就一直发烧 然后又给他拉出来了 拉出来之后在家里就一直发烧 然后治病又花了钱 不是他 我很好奇这个乱吃东西是 只吃什么 他糖这个糖糖尿病吧 他那个糖分很高 就是就是属于就馋甜的了 对然后那个乱吃乱吃嘛 然后现在又开始了 我现在要不要救他了 要不要救他了 对啊 我小时候就差点给他害死了三次了 不用说这个不用说这个话 这个人对生命的意识很淡薄 但不代表你可以不救他 你就甚至我买买买买 我甚至买几包团 能家里故意让他吃 这就没必要了 就是我就是我压力有点大 因为现在嗯 你刚毕业 然后前几年赚钱全在他身上 然后然后装修也是我自己装的 然后然后我自己 你这辈子干过后悔的事吗 啊 你这辈子干过后悔后悔的事吗 接着到22岁 反正也没有啊 就是我妈和我爸身体都不好 我妈眼睛残疾 我爸那个精神残疾 都有残疾症 都有残疾症 我说实话 理论上讲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 但经济负担肯定是有的 不至于大到没法过啊 因为最次还有老公嘛 无保护 平上是平上了 后面我和我的那个发工资了 也给我取消了 你就是你挣的钱不符合无保护了 对 挣的钱不符合无保护了 然后我妈 今年5月份又做了个手术 然后又花了钱 就上半年存的钱又没了 那我说实话 截止到这来讲的话 刨出你想法来讲 就原本是无保护 你没赖着 你没赖着 你说行 趁好国家掏钱 我就不干了 我不挣 能挣我都不挣了 你没赖着 你已经很不错了 我说实话 你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我还谈了女朋友嘛 都谈了五年了 你不要因为这个不错 你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做的很不错 就是不给国家天赋的 你不要因为这个很不错 回头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 包括放弃给父母治疗啊 什么这种东西 包括你说我还管不管他 让他死算了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人呢最怕干后悔的事 你如果等到有一天你上岁数了 有孩子了 完了孩子也慢慢长大了 你开始是就是总说 他等你为人父母 说你都理解了 很多东西就是这个道理是怎么说 就是因为你不知父母 你不知父母苦 你不到他那岁数 你不知道 等到有一天 你哪怕有一点点 你觉得啊 原来当时他们这样 是因为这个 假如你哪怕有一点点的理解了 你就你就会有一点点的悔意 就开始后悔了 这个人最为最怕的就是后悔不能弥补 你要真说现在不管了 或者咋地 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可弥补不了了 懂我也是我懂了 只是就是真的压力太大 我现在才刚下班吧 就是你如果要是压力大到扛不住 哥们 如果压力大到已经扛不住了 就这钱我能不能挣的 我就咬破牙 咬碎后头牙 我能不能挣的这钱 但是身体也扛不住啥 扛不住 别硬扛 国家不是没有保障的 该拿无保护 那我已经很感谢政府了吧 这这个这几年 是啊 那你就你尽力 既然是听天命 你真的扛不住了 别给自己弄大压力 不行的话 国家不是没保障 该申请申请吧 对吧 是不是 能能挺住你就挺 挺不住 你挺不住别硬挺 不至于 对吧 尤其你这情况 你上街道 你其实问我 不如问街道 你上街道阿姨 你问问 你说我现在其实 我30天不休息 我一天干16小时 我是能挣上这些钱的 你问问街道的阿姨 咋看 街道阿姨都不会让你那么干的 刚取消 三个月刚给我取消了 你房 你家里还有房产吗 就老房子吧 然后也是我装修的 本来以前的话 更差了 就一套吗 就是我连个卫生间都没有 就一套吗 对啊 就一套的话 哥们你也不是说有钱不往这掏 这东西没人怪你 这一万人 你说你这情况申请无保护 也没人怨你 对吧 但是我又买了车 这个 因为结婚 我就买了车 日子还得往下过 就说白了 你去问街道阿姨 街道阿姨咋建议你 我建议你说 如果不是那么难 说只是稍微工作量有点大 当时我能负担得起 就负担 你说真是负担不起 工作量大到 我连这个自由的时间都没有了 你现在可切记你是两点钟 再跟我连线 对吧 你要但凡你说 我还没没 我没逼自己逼那么狠 我也没有完全尽力 你说这时候 能不能让国家给我兜底 那就是我个人建议 别占那个没有 不应该占的便宜 这晚上早晚给你找回来 对吧 低保啊 低保对 低保 是不是 该申请申请 没赞 没赞 已经取消了 那你努力了 你也别给自己弄得太吃力 不行的话 你挣不来的话 就是挣不来 该申请申请 你说呢 尤其是这个东西 我这么跟你说 老了以后后悔 子欲孝而亲不待 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是将会你成为 人生最大遗憾 有很多人现在 我跟你看着 你看我比你岁数大 就现在到我们这岁数 有些父母不在了 每当想起来 他就能直接掉眼泪 你说那个人 说正常 你说看多感人的电影 生离死别 他见过 他不一定能掉眼泪 有些人能脆弱 岁数越大 眼窝的越浅 但凡对父母啥的 有点愧疚的 一想起来 他不是不是能掉眼泪 你等到你以后也一样了 我跟他 小时候就是我妈养大 我的吧 因为性格也跟我妈很像 就是怎么说呢 那个读书的时候 也是我申请的助学贷款 然后那个寒暑假 全部都在打工 你们别管有车有房的穷人了 他家三口人 有一套老房子 有啥不合理的 他开劳斯莱斯了 你车来讲 你有车有房 反正他不代表说 不代表无保护低保 就得混的是 就是一双新鞋都穿不上 不是 没至于 国家雕球都没到那份 你们别站到的城面 去审核一下 开车是因为 那个我女朋友 他家比较远吧 然后把车也买给他 我也没要 就直接写他名 行行行 你自己研究吧 反正就告诉你 就是挺不住别硬挺 有兜底 是不是 残疾症的补贴也就300块钱了 每个月就300 能挣就挣吧 别续到了 有那个时间多挣钱 别研究在那天天看直播 是不是 晚上出去挣钱最好挣 我很多粉丝 我很多粉丝都说晚上挣钱好挣 知道为啥吗 晚上开夜车好开 知道为啥吗 因为晚上我直播 别锁了 说多了能挣一锤 把嘴闭上吧 拦你嘴不知道 英哥你好 你咋说 咋的了 我同一次联络 有点紧张 非紧张 慢慢来 麻烦麻烦 你坐 我不知道刚才那个人 还在不在 那个男生说他爸爸 就是他妈有点那个 有疾病那个 对糖尿病那个 跟我们家情况差不多 我就想跟他说 哎呀你看你做这么大压力呢 那不行的话你说是大家一起慢慢 想想招呢 不不 我 没事 拦到热心 你现在是解决的 我就想跟他说他这个情况 他不要考虑怎么放弃 然后现在那个 我妈这边是办的那个特病 就是他他他有这种特殊疾病嘛 每个月服药的话 等这个办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 就很便宜 啊 然后 你今年多大了 呃 95年的 啊95年的 哎呀 那你这家家里面 这是这个情况 那这以后成家都不好成吧 是吧 呃 最像前两年也分手了 分手了 就是 就因为家里情况这问题 那不是 前两年不是口罩嘛 然后我在疾痛中心 就比较忙 也没有时间 那你这 现在 那你那你那你应该是个挺乐于住人的人吧 哎 也不是吧 我就天他那情况 跟我们家情况差不多 我就想跟他说一下 你肯定你能帮说一下 你就说白了 能伸手帮个忙的 是张一嘴说一嘴 都愿意帮忙 你应该挺乐于住人的吧 住人 呃 有点 有点